大家好,我是小影 把握YouTube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 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请你静悄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感谢您 随着老年人的岁数增大 他们的脾气、心性 以及行为变得越来越像孩子 有些老年朋友 也像孩子一样爱吃零食 而说到零食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不健康 什么蓬化食品、糖果、甜点 这些确实是不健康的零食 但它们不是零食的全部 还是有很多零食 对健康有益的 更有很多对心脑血管有益的零食 对心脑血管好的零食 都在这儿了 1.白果 大家都知道银杏叶片 有助于防山 但是你知道银杏的果实 白果对心脑血管也有好处吗 目前 比较公认的有效成分是白果中的银杏类质 这种物质是血小板活化解抗剂 简单来说 这个功能就是把血小板的活动能力降低一些 从而抑制血栓的发展 2.山楂 不要小瞧这一杯红红的酸酸的 只要几毛钱的山楂茶 它不仅能够促进香化 更是老年慢心病的克星 是广东省中医院主导医师 主任医师刘炳全教授 长寿健康的秘诀 刘炳全教授藏医54年 同时也是美国中国医学研究院 澳洲全国中医药协会 日本大阪医科大学 麻醉科日中交流会的顾问 在这样一位将中医传向全世界的人眼里 山楂这一味廉价的药材 功效一点也不小 刘教授每天习惯用19片山楂煮水 约煮一大杯水当茶喝 最好是饭后喝 如今年过古戏的刘炳全教授 皮肤细腻而有光泽 动作敏捷 没有一点脑态 他说山楂可以降血管 可以软化血管 从几年前开始 我就坚持这个生活习惯 老年人如果有高血压 血管硬化一类的慢性病 可以每天喝一杯山楂水 没有病的喝山楂水可以预防 三 苹果 英国医学杂志上的文章 公布了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的最新成果 每天一个苹果可预防心脏病发作 效果等同于服用他丁类药物 研究人员发现 50岁以上老人每天吃一个苹果 患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能降低12% 而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 如果再吃第二个苹果 那么还会收到额外12%的保护效果 换言之 果蔬摄入量越多 死于心脏疾病的风险越低 四 葡萄 研究发现 葡萄比阿斯匹林更能阻止防止血栓形成 并且降低人体血清胆过程水平 降低血小板的凝聚力 对于防心脑血管病有一定作用 每天使用适量的鲜葡萄 不仅会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还特别有益于那些局部缺血性心脏病 和动脉周样硬化心脏病患者的健康 鲜葡萄中的黄统类物质 能防止胆固成斑块的形成 五 石榴 西班牙加泰龙心血管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 实验动物在每天补充含200毫克 安石榴带的营养补给之后 血管内皮受损 血管弹性变差等 心血管疾病症状明显减轻 其他心脏健康指标已有改善 研究负责人丽娜·巴迪蒙博士表示 安石榴带是石榴中关键的多分类物质 具有阻止和减缓血管内皮功能紊乱的功效 进而降低患动脉硬化和脑竹中等疾病的风险 早期研究还发现 适当使用石榴汁有助于降低血压 减少体内应激激素的水平 对血栓极高血脂的患者来说 每天喝一杯石榴汁 心脏血流状况可改善三分之一以上 6.猕猴桃 猕猴桃中含有的叶酸非常丰富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充足的叶酸不仅能减少体内有害物质 对脑血管的损伤 还有助于减少脑神经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下降 以及老年痴呆 很多人都对猕猴桃 清香鲜美的果肉赞不绝口 却忽略了其中看起来不起眼的猕猴桃子 但它的营养价值却不容小视 猕猴桃子油具有辅助降低血脂 软化血管和延缓衰老等功效 7.普尔茶 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汪峰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有一位朋友很早就得了冠心病 后又做手术放了支架 苦于胃不好 术后无法长期服用阿斯匹林来降低血栓形成 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 知道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普尔茶 他专门撤了喝茶前后血小板聚集率 发现其作用不强于阿斯匹林 所以这一喝就是八年之久 这次偶然的机会意外地让朋友身体状况恢复良好 如今各项指标都趋于正常 8.咖啡 人们对咖啡的误解其实特别的多 总觉得咖啡因会升高血压让人兴奋让人上瘾 但其实这些都是过量饮用咖啡的后果 就像茶喝多了会茶醉一样 而随着对咖啡越来越深入的研究 咖啡越来越多的好处也被人们发现了 恒国科研人员通过对2.5万受试者研究后发现 每天喝3-5杯每杯约200毫升咖啡的人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低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研究称 每天喝一杯咖啡的人比不喝咖啡的人 因脑足中死亡的风险低 此外每天喝一两杯咖啡 还可以降低痴呆脂肪肝等风险 更有助于长寿 9.豆子 豆子不都是拿来当主食或者菜吃的吗 但豆子确实也可以当作零食来吃 不仅好吃对心脑血管健康还好 尤其是黑豆 黑大豆多酚确实具有维持血管健康的作用 既可以降低血管年龄 也可以抑制胆固醇形成 10.酸味食物 酸、甜、苦、辣、咸这五味里 过量的甜会引起脂肪堆积 血脂升高 太辣会促使血管痙攣 使血压升高 而饮食太咸 则会加剧动脉的硬化 而在剩下的苦和酸里 要选一个清脑血管最好的味道 那非酸莫属 血管是最喜欢吃酸味的食物 因为常吃番茄、酸枣、柠檬等酸味食物 可以减少氧化伤害 这些酸味食物往往富含抗氧化物质 有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 让血管免受氧化破坏 要知道 除了多余的脂肪 氧化造成的血管内皮损伤 也是造成洗脑血管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 还有一些零食被例入垃圾食品排行榜 为自己的健康 还是少吃为好 垃圾零食表 以酥脆型曲奇饼干 曲奇饼干中 含有量在20%到30% 用油均含有大量饱和脂肪 对血管影响很大 二 派类及酥类食品 派及酥类食品 毫不夸张地说 是往添加剂里加食品 各种口味 基本靠香精调和 三 薯片及膨化食品 膨化食品越松脆 膨化剂的含量可能越高 若膨发剂中 绿超标 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 别忘了告诫身边的朋友 多吃健康食品 远离垃圾食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